举之说方谈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买房我们应该买的什么地方 这个地点的选择 我选了三个房源 一个是在郊区 一个是在比较方便的地方的好学区 还有一个是非常方便的学区一般的区 我们看这个三个房子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选择出租房 尤其我们选择一地投资的时候 这种房源我们怎么选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房子 第一个房子呢是在郊区 它的CTA是McDonald CTA CTA是Henry County 大概离市中心开车是40分钟50分钟 这是它在地图上的位置 那房子都是好房子啊 我们选的我们推的房子 或者我看上的房子值得跟大家讲的 都是设计都挺好的 质量都没问题 这是这个房子长成这个样 那这个房子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大概平均的面积是1950平方尺 有三个卧室 有四个卧室 它的要价是23万均价 可能从22万到24万 那租金呢平均是1650 就从1500到1700都有可能 这是这个独栋的房子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记住了 就是郊区的一个独栋的新房 这是它的情况 1650能租 大概房价是23万左右 那另外一个呢 这就是我家这块 我家算是好学区 也不是特别的特别好 不是十分十分的 但是学校的平均大概是在7到9这样的 那这个呢 City是Liberon City 那我选的这个房源呢 是连排的新房 那我们先看这些房子长什么样 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落 它整个这上面大概几十户 就是它整个小区的户型图 这是它的户型 这是里面它的照片 它现在已经有样板房了 这是它的位置 它位于的City of Libran Liberon City 是我们家住的这个地方 那它的位置跟其他的两个呢 Milka Dona City有点偏 那块可能有40%是黑人 那这边没这么偏 可能大概20%是黑人 学区挺好的 是这三个我要推的 我要介绍的房子当中 学区是最好的 但是它不是特别方便 就上85可能要五分钟 我一会接下来讲 knock route的房子 它上85可能几分钟就上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数据 它是28万7千起 租金大概是2000块钱一个月左右 我说的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保守一点 是连排的三层 三房两个半厕所 有一个车库或者两个车库 位置是在Gunite County 大概到85高速15分钟能上去 走路能到这种饭店 超市 银行 购物中心 能到这些地方 学区好 这个学区呢 是大概七分八分的学区 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好 但对于除租房来说 这个学区是很好的了 它是离Armory CDC最近的好学区之一 这是我给大家看的第二个房子 大家记住了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的第三个房子 是长这样的 这是它的小区 总共有32家 32家房子 它的地理位置呢 就比刚才这个Liberon City 这个连排的房子 会离市区再近一点 它的City就变成Norcross City了 Norcross City跟Liberon City相比较呢 这块学区就差了 它的学区可能就是5分到7分这样 但是它这块很方便 就相对于刚才的这个小区 可能大概5到10分钟能上高速 它可能大概4到6分钟 它就能上高速了 那这块的人口密度就更大 我们看啊 它的房子大概长什么样子 这是小区的整个的设计图 这是房子的外观 它大概有这么三个房型 那这个房子大概的情况就是 它是独栋的 它有4个卧室 2个半厕所 或者5个卧室 3个厕所 它平均的面积是2400尺到2600尺 整个设计很开放 它的售价是36万起 那预计的租金是2900块钱一个月 它的HUA每个月是50块钱 那这块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位置特别便利 它离高速近 在小区的对面有高尔夫 它是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 它步行可以到附近的公园 那我们现在就看 如果你是房东 你想买房子出租 这三个房子 你如果买了 大概情况是怎么样 你的数据啊 第一个 你就买了麦克当拿 这20万的独栋的新房 那你花了多少钱 你花了23万买 你能租多少呢 你能租1650块钱 那这个地税呢 我们都假定这地税是1.5% 平均到每个月呢 就是287块5 保险假定23万房子的保险 新房是800块钱 平均到每个月就是66块6毛7 HUA呢 每个月 这种是独栋的房子 我们就说是50块钱 假定每年你杀虫是500块钱一年 平均到每个月就是41块6毛7 那接下来假定 你一年有一个月收不到租金 那你就要每个月损失133块钱 你每个月留出来 大概50块钱的维护和修理 因为你这个房子 你是异地的 我得帮你管 我每个月大概收你100块钱 那这样总计你每个月花费会有花多少呢 你会花840块钱 你租多少钱呢 你租1650块钱 你净剩多少呢 你净剩814块钱 这里有个花费 我有个特别的 就是有个额外5% 为什么我加这一个额外5%呢 我就假定你每个月要浪费掉40块钱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偏 我们一有问题的时候 比方说有水管的问题 有维修 我们找人的时候 人不愿意去 人一去了的时候 同等情况下 他要多收你40块钱 因为他跑的路远 所以就因为偏 他额外 我们假定每个月额外 有40块钱的花费 那这个房子 就假定你是现金买 大概现金年 现金回报率有多少呢 就是4.23% 就是你每个月净剩的810块钱 乘以12 这是你一年净赚的 你房子买多少钱呢 23万 810块钱乘以12个月 除以23万 得的这个数就是4.23% 租售比呢 就是你每个月收的房租 房租跟你房价的比 这个租售比呢 是0.72% 这是第一个房子 在郊区的 黑人比例相对高一点的 有点偏的 一个相对来说 房价很低的 这么一个房子 那第二个就到我们家这块了 我们家这块就是 Liburn 30万的新的连排房 你可能说不是27万起吗 我们就假定 我们买的是30万 我们最后买下来 我们想要的是30万 30万呢 我假定你能租2000块钱 2000块钱能租上的 这个费用跟刚才的是一样的 地税1.5% 保险我从800块钱增加到1000块钱 因为房价贵了 其他的费用 空置也是一年有一个月收不到租金 每两年需要花一个月的租金去招租 所以这样整个全部算下来 你每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呢 有1000块钱 你租多少钱呢 你租2000 你净剩多少呢 你净剩1000 那年租金回报率是多少呢 是大概4% 就是1000乘以12除以你买价30万 这就是你的年租金收益率啊 那你的租售比呢 房租啊 2000块钱除以30万 大概是0.67% 这是第二个房子 那第三个房子呢 就是在No Cross 369000起 这个独栋的新房 我们假定我们买下来的价格是37万 它的租金是能租到2700块钱一个月 同样的 我们按照这个花费算下来 它一个月的花费是多少呢 是1216块钱 那每个月它要是能租2700的话 它净剩多少呢 它净剩1483块钱 那年租金回报率有多少呢 4.81% 租售比呢 就是房租跟房价的比是多少呢 是0.73% 我们现在就把这三个房子 连租金收益率和租售比 我们大家对比一下这三个房子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三个房子没有明显的差别 那如果收益没有明显差别的情况下 你要是问我 你说我是去买独栋房子 还是买连排的房子 还是买郊区的这种独栋的房子呢 你问我的意见 我会跟你说 你去买No Cross那个独栋的房子 为什么买No Cross独栋的房子呢 因为No Cross的学区呢 大概就是5分到7分的学区 这个学区对于房客来说 他们觉得是好的 对于亚特兰大的房客来说 他们觉得是好的 在No Cross这独栋的房子 你在30分钟车程之内画一个圈 那这圈里能够涵盖的人口 居住人口 No Cross这个圈是涵盖的人口是最大的 最多的 就是同样的三个房子 你说谁是我的租客呢 开始到我这个房子30分钟之内能到的 都是我的房客 那哪个地方的这个人口密度最大呢 No Cross这块的人口密度最大 那还有我可能不考虑 麦克戴纳这个23万的新房 就比方说你去问10个中介 有5个中介说 我不帮人管出租房的 我就帮买卖房的 因为这个很容易 我那个管理房子 用闹心挣钱也不多 所以你问10个中介 有5个中介 他不帮你管房子的 你问这5个帮你管房子的中介 人家一听你房子在麦克戴纳 5个里头可能有三个人说 我不管你那块太偏了 有两个人可能会说 好我帮你管吧 然后你会发现 每一次去修理 每一次那块房客有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现在招租 招租有房客要去看房子 有人可能感兴趣你房子 你会发现这个 你要在No Cross的房子 你可能一个月租出去了 在那块可能两个月也租不出去 因为No Cross的话 帮你管房的中介 他很愿意去Open House 有人想看你这房子 他很愿意就去 因为他开车很容易就去了 他可能说 虽然我去你这个房子 我也要花30分钟 我到麦克戴纳 也可能要花30分钟啊 但是我去No Cross的时候 我可以顺便去吃个饭 我可以顺便去买个菜 我可以顺便去做别的事情 顺便就把你这个房子 就带人看房了 然后在No Cross这个区呢 因为它那块 相对来说靠高速更近 靠市中心更近 控制的土地更少 这种新房很少 就是你放在市场上出租 在这个地方 如果出租房 有50个出租房 里头可能只有5个是新房 或者可能根本就没有新房 所以你如果是买新房 你出租 就很有竞争力 有一些人就想住在No Cross 就想住在这附近 他是有钱人 他想多付房租 但是他找不到新房 找不到好房的 那相对来说 利布尔那边的新房 可能多一点 麦克戴纳那边的新房 会多一点 但是No Cross这边的新房 就没那么多 就相对来说 你买个新房的那块租 你就很容易租出去 像我这上面预算是2700块钱 一个月 有可能2900或3500 你都可以租出去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相对来说 我可能更愿意叫大家买No Cross的房子 因为在这块 你说我有个房子 我在亚特兰大 有一个房子 我的房子在哪 我的房子在No Cross 你一个人说的时候 人家都指头 在No Cross 你自己也会觉得很自豪 如果你有个房子 人家说在哪 你说在麦克戴纳 然后人家说麦克戴纳是在哪 跟你说话的都 这个人可能就是本地的亚特兰大的人 他都不知道麦克戴纳在哪 就你在那个地方是属于 有点接近 人烟稀少的 城乡交接的 靠近农村的地方 就相对来说 你的增值 或者是说 你储主 或者是维修 可能如果你偏的话 就相对来说难度都会大一点 好橘子说房产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亚特兰大的房子 在什么样的地段 大概的租金是多少 大概的房价是多少 你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我想叫大家有个概念 然后也通过这个视频 我想叫大家有个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说如果是房价 大概是 比方说是40万以下的 你看那个租售比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尽可能选人口密度高 交通方便 治安还可以 学区还可以的 这些地方的房子 那如果你选这些地方的房子 也不一定就推是独栋的 因为独栋的 你买可能是37万 你能租大概2500到3000块钱 但是如果你能买到 比方说 25万30万这样的连排 你能租到2000到2500块钱 就在这种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也都是挺好的 相对来说挺好 我个人是推荐大家 到这些地方去买房 但有可能 你说像我推荐这个房子 你说橘子 你是觉得Nocross好是吧 我会跟你说Nocross好 但如果这三个房子 你要是买了 你说我最后还叫你的团队去管的 那我和我的团队的大部分成员 我们都住在Liber的 就因为这一点的 那我可能又说 你买Liber那个房子也不错 因为就在我们家边 我可能每天进出家门之前 我都能拐过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房子 房客有什么问题了 不交房主了 有什么维修了 我随时可以过去 因为我们这些人都住得很近 所以就说Liber这个房子 也有它本身的有势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占的人和这一点 好举之说房产 这是我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对你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